这个化石是2010年我们在野外发现的 当时发现的时候呢 只有这中间断开来看到一些鳞片 就把它包回来了 这倒是一个鱼化石 就是整个的把它包回来 后来我们把它修出来了 真正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当修完了以后 我看到非常的时间 原来它是一个这么大的 牙齿这么粗壮的一个鱼 代表了一个全新的物种 根据这个绝电链链测定 它是住进2044亿年前 代表了实际上最古老的 那个鱼翅科鱼链 这是一个云南鲍鱼的这个 它的体验很大 像这些小鱼来说 对它来说 这个云南鲍鱼基本上就是一口一个 所以它在这个 罗宾生物中的收网 站住那个较高的位置 它的发现更新了 我们对这个罗宾生物网的 收网结构 以及这个3D生物 3D生物复苏的认识 这些人都在这里 我们对这个罗宾生物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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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这个罗宾生物的认识